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12月13号的吉隆晚间新闻 我是黄绍鸣 黄色小鸭即将到吉隆展出 进入了最后的倒数计时 火车的运量将是疏解人潮 最主要的交通运输 台铁不落人后 今天首次彩绘的黄色小鸭列车 开进了吉隆火车站 透过镜头带您先赌为快 上午10点多钟 台铁的列间驱车 缓缓开进吉隆火车站的列台 乍看之下火车头没什么两样 但仔细看 原来黄色小鸭是彩绘在列车的两侧 活泼性及创意性 让不少民众抢着拍照 还蛮幸福 应该小孩子都会很喜欢 我期待说到时候可以坐到这台车吗 还蛮期待的 配合黄色小鸭的到来 台铁这次加开了349班次列车 去间列车彩绘了超夯的黄色小鸭图案 一共视节都不同的颜色 有黄蓝紫绿 小鸭有侧面跟可爱的正面 门一打开走进车厢 像是加入小鸭的世界 期间我们总共架开了349列车的火车 其中99辆的自强号 250辆的曲线车 增加的运能有将近14万 彩绘列车其中有8辆 是从基隆开到七堵 8个车次 另外有9个车次是基隆开到新竹 不过民众最担心的还是开幕当天 基隆市会挤进多少人 而依照交理处的推算 可能会吸引22万到27万的人潮 那最多是27万 那事实上这是我们交通运输需求的时候 一个计算的数值 那是做参考用的 去计算的结果 以台铁为主力来输运 那台铁它的列车 一组大概是8节的车厢 那以一节车厢 一般的估算方法是 一节车厢180人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不过想搭黄色小鸭车厢 可不是天天有 展出期间 只有周末才做得到 台铁一共花了32万 来打造世界可爱的黄色小鸭车厢 预计将会吸引赏鸭人潮 抢着搭乘 黄色小鸭快乐基隆 记者黄少鸣采访报道